三日下午,邓紫棋把被困厕所的视频发到微博上,以发网友围观。 这一条媒体报道,一人邓紫棋充满爆发力的歌声,俘获大批歌迷的心,但风光背后其实藏着不为人知的心酸。 紫棋最近跟Youtab笑波子一起玩测谎机,被问到有没有想过要自杀的时候,点头表示有想过,而且不止一次惊人回答吓坏南方。 聊到所谓合适时,仅低调表示,是来自网络上的言语霸凌,虽然没有真的去做,但是我不停在想大家要如何才能相信一个人呢,才会想到下下策认为是否真要写下一书才会被相信,直到从信仰找回快乐。 才逐渐打消想亲生的念头,出道九年的邓紫棋虽然受到许多歌迷的喜爱,却也遭受不少舆论压力,对此他曾强调重点是当事人的态度,因为知道自己的价值就能避免受到别人说的话而被影响。 另外在影片中,邓紫棋还被问了一个犀利的问题,那就是演唱会上是否有假唱过,肯定表示绝对是百分百真唱。 测试结果也表示所言属实,再度印证了坚强的歌唱实力。